群雄剧变争替旺川惊喜论设计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出席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会16强出赛现场 这一场的赛事便提为 当今局势人民应不应该言代名连 正方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队伍 而反方则是来自多媒体大学马六甲院校的队伍 好 事不宜迟 让我们把时间交给今天的大会主席 谢谢 谢谢思宜 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家来到第14届全国大专辩论会16强赛事的现场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正方双方代表 正方是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 一便阮美齐同学法律系三年级 二便张景辉同学法律系二年级 三便黄伟康同学经济系三年级 四便萧永泉同学电子与电机工程系四年级 大家好 向国民大学向大家问好 好 接下来是反方的队伍 反方是来自多媒体大学马六甲院校的队伍 一便李嘉志同学法律系二年级 二便钟维燕同学法律系二年级 三便林兴同学法律系一年级 四便赵云廷同学法律系三年级 多媒体大学向大家问好 好 介绍完双方变首 现在让我来为各位介绍今天的评审 第一位 罗伟静先生 现担任高生姓平机构经济学家 同时也是华总经济局局长 第二位是我们的梁又诚讲师 梁又诚讲师曾担任过前中学语大专辩论队教练 同时也是海峡两岸赛冠军级国变亚军队员 现担任电视主持人 第三位 李小慧小姐 李小慧小姐曾担任过第九届全国大专辩论会抽委会主席 也是《九遍风云录》主片 NTV7前新闻主播兼制作人 现担任职业律师 好 介绍完双 介绍完评审 经过这么多场赛事 相信大家都已经对赛事有了充分了解 所以我就不多说了 现在直接让我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的辩题 今天的辩题是 当今局势人民应不应该延待明廉 正方的立场为 当今局势人民应该延待明廉 而反方的立场则是 当今局势人民不应该延待明廉 介绍完变题 我宣布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首先我们有请正方一变为我们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谢主席 大家好 从308政治海啸后 行动党 公正党与集回教党 结盟成为人民阵线 明年在505再下一层 获得51%选票的支持 促成了我国的两限制 而只获得49%选票的国阵 凭着选机划分的优势继续执政 这样诡异的现象 虽然导致朝野对立进一步尖锐化 也让民间对政党轮替失败失望不已 选后至今约一年 我们借着这变题 审视人民应该如何对待明廉 以促成政党轮替的疏愿 变题中的眼带 指的是严厉对待 鞭策对明廉有要求 而眼带也可根据不同的情况 有不同层次的体现 眼带可体现在以下三个情况 一 在明廉比国阵表现好 但有进步空间时 人民应该进行监督 提出建议批评 或通过社会舆论施压 让明廉进步提升 二 在明廉和国阵一样差时 人民可以上街集会表达不满 三 最后一种最糟糕的情况 即使明廉比国阵更糟糕 那人民就应该通过选票教训明廉 拒绝比国阵更糟糕的明廉 而我方认为 眼带明廉是抱着恨蝶不成钢的表现 以严厉方式鞭策明廉进步 而对方不眼带 则是鼓励人民 以爱的教育监督明廉 在当今的局势下 我方认为 因以眼带的态度 对待以后任政府姿态 面对选民的明廉 以鞭策他们成为 更有素质的替代政府 理由有二 第一 应该延待明廉 让明廉更能完善施政 和更尊重民意 在308以后 随着时间的不断演进 明廉不但没有兑现 一些大选前的承诺 如地方政府选举 还开始出现有违民意的政策 在槟城 有忽视环保人士的反对 坚决推行海底隧道 在雪州 黄色行业伶俐 与当初表现积极的明廉 有些偏离民意 这样的情况 和当初打着台湾 两星上台的陈水扁一样 高民意当选后 因为人民继续过于宽容 最终走入歧途 涉及贪污普避 身败名裂 被判入欲20年 遗臭万年 可见 绝对的权力 带来绝对的腐败 因此 应该延待明廉 对明廉的要求 应该持续提高 并鞭策 以避免明廉走向腐败 第二 应该延待明廉 以塑造健康党政文化 垫下健康民主的基石 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 需要的是一个健康的党政文化 然而 放眼现今马来西亚 党内的派系斗争 施政的不够透明 党员腐败等现象 比比皆是 比方说 公正党派系斗争 导致雪州大臣纠纷 造成公正党必须制造补选 以平息纠纷 这举动 不但让费社会资源 还严重违背了民主精神 更糟糕的是 这是党政严重不分的行为 这 绝对不是当今局势 人民愿意看到的局面 面对这样的局势 人民应该大力谴责 发声表达不满 施压明廉 修正这样党政不分 违背民族的行为 这样才能树立 良好施政准则 让人民个别 有信心的支持他们 达成政党轮替 各位 我们今天要的是有 良好施政的政党轮替 而不是为了政党轮替 而默许明年 违背民意的行为 眼带明年 壮大明年后 国阵跟进与否 对国家而言 都是一件好事 谢谢 谢谢正方一辩 接下来有请反方 在除了四辩之外的 任何一位辩首相 正方一辩进行质询 时间为二分钟 请 谢谢主席 对方必要好 你好 对方必要你的 言代定义是 言力有要求 所以是不是 无论明年做什么措施 大事小事 你都要进行批评 如果 我们是希望 他可以达到 比现在现况更好的 所以是 有啊 所以是如果没有错 达到更好 如果有错 就是大事小事 都批评 对不对 不是 可以这么说 我们是监督他 就是 无论大事小事 他都要批评 如果没有措施 要做到更好 所以言代的标准统一 那我想请问对方必要 你告诉我 不言代等于 用爱的教育 对 所以 你可以不可以认同 如果我今天不言代 我对于他的措施 有做出考量 做出考量后 再看要不要放他过 做出考量 呃 就是你可以 呃 可以做出考量 对不对 可以斟酌的余地 嗯 不可以 不可以 所以不言代是 纵容 呃 是宽容 是默许 他可以这么做 所以是纵容吗 不是的 所以是不是纵容 所以是有 呃 所以是宽容 是宽容 所以有考考考虑的余地 所以有些错事 他不容许他过 有些错事 他容许他过 是不是这样子 嗯 不是的 你又不是纵容 可是有些事又不容许他过 有些事又容许他过 这样子哪一个才是你放的 不是是因为你会宽容这个名连衰 你让名连衰 好所以总结一句 在特定的情况之下 我有基于考量 所以我不会去处于挑他 然后请问对方便有 请问延代是等同于纵容吗 延代是不是纵容不是 不延代是纵容吗 不延代是宽容是默许 好所以我方达成了第三个公司 也就是说不延代 不等同于纵容 然后想请问对方便有 你告诉我 要延代明年 所以促成更有数字的替代阵线 对不对 对 所以今天我们的最终目的 也就是现在的格局 就是要达到两限制 是不是 达到两限制 然后要实现这个政党轮替 我方跟对方便有 达成了第四个公司 也就是要达到两限 还有政党轮替 对 达到政党轮替 好谢谢 谢谢反方一遍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 反方一遍 为我们开篇立论 时间为四分钟 有请 谢主席对方表大家好 看看当今的局势 国阵从独立至今 执政57年 巫统一党独大 蓬党垄断 贪污滥权等问题 早已与国阵盘根纠结 根据国际透明组织的连结 指数从1995年的23民族年 下滑至2013年的54名 黑钱流入 国外更是在亚洲 仅次于中国 解决腐败问题 刻不容缓 从308大选开始 明星四变 明年的支持率不断上升 直至505大选 明年以52%的得票率 史无前例的领先国阵 此时我们不难发现 大马两限制的初心 已经秦成 改朝换代不再是天方夜谭 这也被形容为大马实现 政党轮替的最佳契机 延代指的是一种 不能马虎的态度 任何大小问题都给予批评和惩罚 只要低于延代的标准 则归纳为不延代 包括给予斟酌的余地 探讨今天的遍体 我们就要看 何者更能促进健全的民主生态 何者就更可取 当今局势 人民不应该延代明年 基于以下两点 第一 为了实现政党轮替 因此人民选择体谅明年的内部问题 众所周知 明年三党理念和政纲各不相同 尤其伊斯兰党的回教国理念 与民主行动党的世俗国 就是一个例子 人民要延代明年 就不能容许明年有 这不一致的治国理念 但如果选择在这个节骨眼上 强行要求明年正视这个问题 无疑是强迫三党摊牌 激发矛盾 明年三党的合作就有可能瓦解 此外 国阵一再攻击 身为反对党的明年 迟迟没有公布影子内阁名单 人民却没有加入攻击的行列 因为我们知道 一旦公布名单 明年内部 就会有可能因为人事分配起纷争 导致人事布局被分化 产生内部纷争 进而削弱了挑战国阵霸权的能力 这不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局面 没有任何时刻能比当今局势 更适合明年实现政党路替了 站在大马政治历史的转捩点上 明年不容许有任何内耗 明年因一致枪口对外 集中火力 对抗国阵 再有可能实现两限制 民主的政治环境是马来西亚人民 苦等数十年梦寐以求 实现的美好愿景 因此我们不应该苛求明年在当军局势里 解决一些会影响明年三党合作的问题 第二明年经验上显 因此人民不应该对明年的一切过去加以批评 而更应该云摆明年的处境 寄以机会 明年在2008年成立 相比起国政执政57年 明年这个联盟经验上显 六年来我们常看到明年三党意见分析时 公开喊话 比如2013年初柔佛民主行动党乌成豪 曾对柔佛中的公正党主席蔡瑞明 公开表达不满 甚至公开互呛 最后柔佛公正党竟然还对外否认了 民主行动党和伊斯兰党的公平协议 三党没有共识 再看看308大选时 公正党和行动党各自为了利益争斗 争夺事务 选区候选人的名额自相残杀 结果两党得票因此被分散 国阵候选人反而获胜 这正正体现了明年三党却反默契 无论是对于某种课题的意见 还是拿捏利益的平衡点 明年这个联盟还是没有通过磨合 当明年仍需要时间 在合作模式和理念上不断地做出调整的时候 人民应该采取开放的态度不去延待明年 即以机会让明年商党度过这个起步时的磨合期 使其力量更为强大 因此纵上所述 我方坚决认为 当今局势 人民不应该延待明年 谢谢 谢谢 反方一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政方派出 除了四变之外 任何一变首相反方一变进行质询 时间为二分钟 有请 对方 表友您好 好 想跟你确认下 在您方的架构里面 我们的延待 就是说无论他明年 有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 我们都不投票给他 是不是这样说 这是您方的标准 你告诉我他没有措施 对对对 所以对方 您的不延待又是怎样的呢 我不延待的是 在某种情况下 我给予斟酌的余地 就好像一些例子上 我要看他有没有去 所以最终会投票给他吗 最终会投票不投票 我们要看到底 他做的事情是几严重 到底可以不可以 那么请问对方便有了 如果这个公正党 伊斯兰回教党实行说 他要实行这个断制法 那你投不投 我给林大利的情况 在断制法里面 因为我们不是非马来人 所以是投还是不投 投还是不投 投不能这样子断定吧 要看他的实力之类的 好 谢谢对方便有 那请问了 对方便有您刚刚跟我说 说明年应该枪口对峙 一直对外对不对 对他们现在首要的任务 也就达到两线制 对方便有明白 所以请问对方了 您是否知道明年自己党 党里面也有内政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吗 两线制更为重要 有没有党内部斗争呢 有啊 武方主编 有好调 好 是有斗争的 那么请问了 在这个佳颖补选 多数票下跌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 在支持下跌的时候 我们还要不要再支持他 所以为什么我们看到 明年用这个 所以有党部斗争的时候 我们还要不要支持他呢 还要支持他 因为他最大的敌人是国阵 我们要促成两线制 所以对方你是说 所以我们可以体谅 对方便有明白 所以你是说 为了让国阵上这个 可以为了替代这个国阵 所以无论 无论明年多不好 有不好还是不好 我们都要投票一下 是不是 我们要相比于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两线制 所以他今天 所以是为了达 对方便有 好 我明白 你是说为了达到这个两线制 所以无论如何 我们都要让明年上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么说 好 所以明白了 为了达到两线制 无论如何 都要把明年推上去 好 谢谢对方便有 谢谢 谢谢正方一辨 接下来我们有请评审 填下手中的计分表格 好 接下来轮到正二陈词环节 我们有请正二发言 时间为三分钟 谢谢主席大家好 其实从刚才咨询环节 我发现一遍从对方 别的便有口中 问到了几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 对方便有是告诉我们 今天不管怎么样 明年怎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都应该投选明年 因为现在明年 最大的敌人是国阵 这样我方就很好奇 今天在 今天在这个情况之下 对方便有所推举的 这个轮换的两线制 是不是一种不健康的行为 意思是 即使明年稍微准备好 他方还是认为 我们不应该延待明年 以便给明年这个机会 上台去执政 这是对方便有需要交代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 我们看回对方今天的主编稿 对方没有进行 主编稿主要是开出两个论点 第二点是告诉我们 今天它是为了实现这个政党问题 第二点是告诉我们 我们应该给明年这个机会 因为明年上台的经验烧钱 这样我方就 我方就真的很奇怪 今天在我方的立场 今天我们要延待明年 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不可以投票给他 按照今天 按照双方标准 其实不是这样子 按照双方标准 今天是明年做错事的 我方延待的立场是 我们批评他 我们批判他 我们在报纸公开的专栏上 我们批评明年这种行为 就好比说今天的报纸 我们看到是明年的这个 雪州官里亏损592万 我们看到这样的问题 所以我们去批评他 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严厉的这个体现 所以我方所以按照这个逻辑 对方双方的不应该 不应该严厉对待 按照对方双方的逻辑就可能 可能明年他上台经验烧钱 可能他才执政两届 所以他亏了592万 这一点在对方双方而言 他觉得这个点可以接受 所以他方认为 我们不应该在报纸上公开批评 不应该去影响明年的形象 以便 以避免掉影响明年的支持率 这是他方的立场 而我方的立场只是认为 今天就明年虽然上台的经验烧钱 虽然他最大敌人是国政 虽然我们需要让他上台去执政 可是问题在于我方的立场是 今天只要明年做错了 身为公正 身为公民的一份子 我们就应该去批评他 这个批评他跟我投票大选 会不会投票自杀 其实是两个事情 因为在大选里头 其实这个严厉对待 严厉对待跟投票 要不要投票起来是两个事情 是因为今天在大选里头 今天我们要比较是哪一个政党比较好 虽然我很严厉对待明年 虽然明年可能做错事情 可是只要明年做得比国政还要好 我依然可以投明年 所以对方必要的第二个论点告诉我们 第一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只要严厉对明年 会影响明年 会影响到这个实现两限制的 这个理想 这个论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所以接下来 为什么我反而会觉得 今天严厉对待很重要 是因为我们看到 今天政党所需要的 其实是人民手上的选票 只要人民把我们诉求提出来 这个政党他在回应我们诉求 他只要做到我们所要求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我们选票投给他 所以为了促使明年成为一个更好的政党 好 谢谢政防二边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质询 盘问政防二边 时间为二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对方你是告诉我说 您觉得我们的论点就是 无论怎样我们要投票给明年 对不对 这是从刚才的质询 是你觉得我们这样说对不对 不是 是刚才您方的主编说的 就是你觉得我们这样说 不对 是您方的主编说 对对对 我知道 那我想请问你 如果领袖乱 乱花钱买奢侈品我们应不应该批评 批评有很多种层面 应不应该批评 对吗 没有批评有很多种层面 我知道 我只是问你应不应该批评 应该批评 好 那请问今天 槟城行动党的林冠英 他买马赛地作为贯称 民间人民有批评他 请问我们有没有盲目的 只是看他是行动党 我们就不去追究 的确有些狂热分子的确是这样觉得 所以他有没有追究他 有没有质疑呢 所以对方没有我们看到 对方我要你认真回答我的问题 他这样子质疑他 有没有做到批判 有 有 好 所以我们看并没有盲目的 我们只看政党 所以我们应该严厉对待民连 对对对 好 那接下来对方你告诉我 我们要进步 所以我们要延待民连对不对 对 那请问民连的内部问题 这个三党政纲不同 我们要解决了 按照您的逻辑 要让他进步 对 因为就是 好 要让他进步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伊斯兰党领袖 哈迪阿旺就有对外公开 他说如果行动党 不同意我的这个回教断制法 那你直接退出民连好了 那对方你觉得 他们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摊牌 有没有可能在大选前 就解决这个问题呢 对吗 没有 起码他们要朝这个解决方向 所以是你要他在这个时候 解决这个问题对不对 对吗 没有 是他们起码要朝 解决这个问题 问题可不可以在执政过后才解决 可不可以呢 好 所以现在解决会不会让他们摊牌 矛盾最大化 对方便有 这个是一个很长的程序 对方你直接回答我问题 不要一直逃避 他会不会激化他们的矛盾 我没有逃避 他只是可以朝这个方向解决 我只是问你他有没有激化 你不要不答我问题嘛 会不对 有可能 所以我们看到 他未必是会让他进步的 对不对 有可能导致反方向 不对 对方便有 好 谢谢正反二变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会批评他 就比如林冠英 买马赛地的事情 这个宾州的人民就对他进行批判 那我们再来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对方不能说我们只是因为他是行动党 我们就盲目去支持他的 我方从来没有秉持这样的论调 我们也认同对方所说的 明连到底应不应该成为政党轮替的这个 就是轮替成为我们最新的执政党 我们也看 在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态度面对他过后来接大选 他是怎样 我们才下语定论 所以对方不要再误会我方的立场 那接下来呢 对方也告诉我们说 因为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民主意识 所以我们要延待明连 以执政党的格调去看待他 让他最大化的进步 那我们首先提出的例子是什么 三党的政纲完全不一样 这个是最大的矛盾 我们看公正党要求的是 公平所有的人民的利益一样公平 那我们再看行动党 我们要的是一个世俗国的理念 再看回教党最大的矛盾出现了 我们要的是一个回教国理念 回教行事法 所以我们看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对方现在要求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延待就是要所有的问题 他都要提出然后去解决 那我们看一下 在这样的时代解决适合吗 如果我们现在强迫这三党摊牌 它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就说过了 这个伊斯兰党的领袖 哈迪阿旺就有告诉我 我们是不会在这个问题上退让 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刑期 挪厚到他执政过后 会不会有改变呢 因为在现代要他们解决这个矛盾的 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因为他们的共同利益 其实还没有很稳定 但是当执政以后呢 我们有一个更实在的这个利益了 我们有一个更相似的利益了 我们为了执政让这个国家更好 我们会去解决 所以我们看到 比较一下那个可能性 执政过后才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来得更高 所以我们看 如果我们强逼他现在就要摊牌 强行让他们去解决矛盾的话 最有可能的就是导致摊牌 而且谈判不成功 导致破裂 那这个就是对方想要的民主意识吗 如果明连这个党破裂了 那我国当今局势剩下的是什么 国政继续一党独大 所以我们看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 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事情 要求明连在这个关键时候谈 因为现在是我们最接近 可以实现对方所谓的政党轮替的关键时候 我们没有像以前那样 57年第一次那么接近 而且我们大比数的52%的得票率 证明了什么 人民真的觉得 明连真的有希望改变大马政局了 因此我们不要强逼他 先解决这种次要的问题 先让他左转发展 选票就在大选的那一刻 我们才来决定 到底他是不是应该成为 我们的政党轮替的这个对象 谢谢 谢谢反方二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派出代表 盘问反方二变时间为2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各位好 对方美容您好 您好 我想请教您 今天您方想要一个健康的政党轮替吗 对 也是需要健康的政党轮替吗 我们也大成共识 所以我想请问的是 今天明连有没有进步的空间 有啊 可是要看你这个态度 能不能让他退步还是进步 我明白 所以今天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在请问您方的这个例子 今天这个林冠英的马赛地 请问他先询问了人民的意见之后 再交代清楚才买马赛地比较好 还是买了马赛地才交代会比较好呢 对方不要尝试胡弄观众 他根本就是买了人民质疑 他才解释说 这个是因为我们低廉的价格买进 我明白 所以我想问的是 何者的处理方式会更好呢 先买了才交代 还是交代了才买会更好 可是他现在做的就是先买才交代啊 是 所以对方没有 我们看到他处理的方式不过好 所以我们要提升他 我们没有盲目 好 对方没有 再请问今天这一个林方的例子 吴承豪这个蔡瑞明 这个意见分歧的事件好不好 我想问今天 在党内里面协议会比较好 还是在外面媒体上面唱声会更好呢 所以你不要叫他现在解决这些问题啊 没有 对方没有 我没有教他解决这些问题 我只是要告诉他 他解决方式不好 这样的让他提升自己处理方式 会不会对他的发展更好呢 对 对 每件事都有考量的余地 所以我们不能够一概的年代来看待 所以对方便有 我们都要提升他处理方式嘛 谢谢 是有些事情应该有些事情没有 对方没有 没有关系 好 我再请问林方的这个例子 今天在这一个政纲不一样的时候 就是上党政纲不一样的时候 今天要像哈蒂阿旺这样子 大声地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有分歧 我们不能认同 还是他们内部里面协定会更好呢 我告诉你 我已经认证了可能性非常低啊 执政过后的可能性更高 没有 对方便有 今天要好啊 大大声在媒体讲出来 还是他们内部协定会更好呢 你有办法内部当然最好 可是对方你的态度就是要这样一定要解决更难呢 稍微打断对方便有 所以对方便也认为嘛 今天的处理方式还是不够成功 内部解决才是最好选择嘛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 贴下手中的计分表格 好 我没请评宜 一定要 Violence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当今局势人民到底应不应该延待明连呢 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三变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谢谢主席 在场的各位好 今天对方辩论我要首先腾清一点 他方一致扣我方帽子 我们的批评谴责是要明连 现在即刻的解决问题 我方从来没有这样的意思 所以刚才从咨询的环节之中 我问了他三道不同的例子 比如说是吴成豪跟蔡瑞明 还是马赛地的事件 甚至正刚不一样的问题 其实要表示的东西是 其实我们人民不喜欢看到 你们这一个明连解决的方式 太过不成熟了 所以在这时候 其实不是明连做得不好 我方也认为明连做得很好 只是我方认为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我方就批评他 希望大家在处理这一些事情的时候 会有更好的手段 不要把自己的名誉丢在地上 比如说今天在海底隧道的案件 我们看到有这一个非政府组织 还是愚民都好 甚至自己的单中无雅的州议员 反对的时候 就证明一意孤行的方式 我是完全不好的方式 所以在这时候 我们就批评 林首长讲说 你不要一意孤行好不好 你先争取了 争取了所有人民的这个意见之后 交代清楚之后才执行 这样手段会更好 一就不会带来这个损伤 所以希望在有第二条海底隧道 出现的可能性的时候 会有更好的手段 那有更好的名誉 难道不会对明连更好吗 第二 接下来 今天对方便有 抱歉 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 我们是要提升他们的成熟度 不是要打压他 第二 今天我们都知道 在这一个加营的补选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个多数票是减少了 这忘解得到多数票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们人民看到 卡绿与阿志敏这一个斗争 导致了这些负面的这个消息 其实是什么 如果明连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的话 会惹人讨厌 这就是今天加营补选的这个前兆 所以一个调皮的小孩子 不会让人喜欢他 反而我们要调教他 叫他 你要怎么处理方式来吸引人 所以还在为 还为去这一个打 参选的时候 就选举的时候 我们希望在这期间 把他调教的行为会更好的小孩子 这样的话 他成为模范生的可能就更大 因为在场的各位都知道 当今的局势 我们已经得到了51%的这一个支持率 所以我们今天要政党轮替的 我们要吸引更多人喜欢明连 所以在一个在这一个时候 我们更应该延待明连 批评他 批评他和谴责他错的行为 希望他有改进 接下来 接下来今天我们 其实最担心是 我们不希望 今天我们一手推上去的明连 会变成以前的阿扁 或者现在的马英九 因为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批评他 一手把他推上去的话 我只怕的是 五年过后 又是我一手必须拉他下台 因为他比国阵烂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选择 今天我们不要一个烂苹果 换一个烂苹果 我们要的是 把他培养成一个好苹果 有更好的成长的时候 所以我们更好的选择的时候 这样才是我们真正要健康的政党轮替 谢谢 谢谢正方三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派出代表 盘问正方三变 时间为二分钟 有请 对方便宜你好 想确认一下 您刚才说不要用烂苹果换烂苹果对不对 是的 可是你的第一个 眼带的定义告诉我明年好 要做得更好 到底现在明年是烂苹果还是好苹果 好 所以有进步的空间 所以我谴责它让变得更好 所以到底是烂苹果还是好苹果 好苹果可是不是更好的苹果 所以嘛 这个评估苹果是对方没有办法论证的 所以对方不能告诉我明年是烂 所以等同意要论证什么 第二我问你好了 你告诉我批评不是要现在解决对不对 是我们要他在处理的方式处理的更好 没有要逼他 告诉我一下什么时候解决 给我一个时间 对方便宜今天就要看他们的成熟度 我放不放了 20年够吗 20年啊 给他解决够吗 如果能的话更好 可是在手法方面我认为他要处理的更好 所以你告诉我给明年20年解决他的问题 等同于眼带 什么东西 我给你很大的空间 你要几次解决都可以 只要我说了我爽 所以你就自己去解决这些眼带 对方便宜今天我讲的是他手段不好嘛 他们的讨论方式不够成熟 我希望他变得更成熟 听我的问题 请问如果你没有办法给我一个时间 怎么体现眼带 对方便宜今天我们眼带我们都讲 我们批评他 做得不好的时候我们告诉他 如果不满足我们要示威他 如果一个人没有威胁 根本不能同意眼带 对方示威是一种威胁的 第三我问你好了 对方告诉我啊 你告诉我第一个眼带的定义是告诉我 所有的小问题都不可以放过对不对 如果是成为丑闻 惹人关注的话我们就要注意 好了就要变更好 小问题都要抓对不对 如果变成一个关注课题 我觉得是要去发现 如果安华间贪污一块钱 你要不要抓 对方便有贪污一块钱要抓到 这样我就要被抓了 可是你说的啊 对方你说的他有不好的地方 你就给他更好啊 对方便有贪污一块钱 不会成为人民的焦点吧 哦好 所以我们看到了对方的小问题 其实跟他的眼带定义有所出入 对方便有今天他犯错 我们要严厉对待他 我问你哦 今天你说第一个人你告诉我要尊重民意 对不对 你知不知道这个尼可敏啊 他买大一 他就为了尊重民意 他向人民解释 为什么他买大一 向人民解释 我认为他向人民解释才买更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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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便手 接下来我们有请反方三变进行博论 时间为三分钟 有请 谢主席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呢 从头到尾呢 都告诉我们所谓的批评呢 不是要现在解决 还是什么时候解决 可是呢 我们来衡量一下 延代是什么呢 从一个正常的角度来看 就是你对他有威胁 那叫做延代 就像国阵一样 不管我们怎么骂 不管我们怎么叫嚣 他都不理会 请问了这等同于延代吗 这只能等同于是你唱我的 我依然做我的戏 这不等同于延代 所以批评 一定要请对方指出一个 确切的概念 到底什么样才叫延代 最主要是要有威胁到 如果你只是一直带报纸鞋 一直写一直写明年 还是过他的人生 这不叫延代 第二我们来看一下 对方很喜欢从头到尾告诉我们说 现在啊明年做的事是不对的 他的步骤应该要换一下 应该先问人民的意思 然后才去解决他的问题 可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 这个人民其实有没有参与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从头到尾对方的论调都告诉我们 这是明年内部的问题 所以只要内部协调好了 再用一个更成熟的说法 教给人 就是先问人民的说法 再去做他的结论 那就可以了 所以看到吗 问题不是在于人民言不言代 而是在于明年自己本身 有没有解决自己的问题 所以解决自己的问题 根本不用人民的参与 对方的言代定义又出现了漏洞 再来第三我们看一下 从头到尾啊 对方言代定义很 有分很清楚 有分三种 第一种就是最严苛的 明年好 还要变得更好 所以我方就提出了 所谓的安华只探索一块钱的例子 对方自己也知道了 这个例子有多荒谬 为什么 因为一块钱根本不会影响你的国家 可是你说他有做的好吗 他有做的最好吗 他有做的更好吗 没有的 所以当你没有达到 宁方的言代的第一个 那么如此严苛的标准的时候 怎么能说宁方的言代 是有在对安华 或者是对今天的明年造成威胁呢 所以所谓的尊重民意 所谓的内部问题 只要是你解决的内部问题 根本不需要人民的参与 再来我们看一下 今天到底整个大局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说言代呢 其实一定要是 我方的言代跟对方的言代 是达成共识的 也就是所谓的最严苛的要求 但是不是到近乎不可能的要求 但是所以要达到这样子的要求 我们来验证一下 当然理想化的是 我们也希望 所有的权限组织 只要是有影响到人民单位的 我们都希望可以给他一个 很严厉的标准 然后希望他可以达到我们的标准 可是来验证一下 今天的题目有什么四个字 当今局势 当今局势是什么样子 我方的主编阐述得很清楚 今天是马来西亚历史上 最关键的一个转捩点 到底我们能 这是我们马来西亚人民最能够 从57年以来 最能够看见 政党轮替的一次希望了 所以我们到底是要 因为明年的一些小小的错误 小小的一些失误 而去选择把整个两限制给 给抹杀掉吗 显然是不能的 那我方的论点是说什么呢 我们希望可以谅解明连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大背景是什么 这个就好像我知道 我过权大局是什么 我不会去对一些小小的 知为莫洁的东西 去进行很大的检验 所以呢 我方从头到尾没有说要纵容名连 因为我们对于每一个政党 都可以有一些普通要求 比如说我们要它公正 要它透明 要它不贪污 这些都是普通要求 这与言不言带 根本没有直接的关系 谢谢 反方三变 接下来我们有请正方派出代表 盘问反方三变 时间为二分钟 对方便你好 你好 对方便我想请教你 今天明年按照您方的意思 刚才是明年解决自己本身的问题 是不需要人民参与的对吧 不是按照我的意思 是按照您的意思 你告诉我要解决自己的问题 不用人民参与 不是啊 我方是告诉你 因为人民的意见 所以明年参与 你看啊对方 你跟我讲 现在这个林冠英啊 他的步骤错误了 所以他应该检讨自己的问题 跟人民有什么关系 你交代一下 好对方便 这样今天人民 把他的意见告诉林冠英 你买官车之前 你刚才交代清楚你的官车 这样这个是不是解决问题 算不算 对林方来说 我只能说这个例子呢 充其量论证了 林冠英呢 今天内部问题没有解决好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诠释 就是呢 今天人民呢 并没有盲目的投名连哦 也没有盲目的支持连哦 两个诠释都成立 谢谢对方便 对方便我再想请教你 今天林方是认为 今天我们严厉对待明年 会摧毁掉明年 是这样子吗 不是对方 我们要看的是大格局 如果你每一个错误都去挑 是对方便是大格局 我们严厉对待他 我刚才有说过 我严厉对待明年过后 我们就不投票给明年 对方你看啊 严厉不必然等于摧毁 但是看大格局 明年现在内部问题 已经很严重了 你一直去挑一挑 当然就会走向那里啊 所以按照林方的意思 今天我们严厉对待明年 会导致明年的问题 一一浮现 是这样子吗 是的浮上台面 谢谢对方便 所以对方便我再想请教你 今天明年的问题 一一浮现 明年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 他是会解决这些问题 还是他继续就任由 对方很聪明 跳跃是论证 告诉我有问题 浮上台面 等于能够解决 要解释一下哦 所以对方便有领方 是认为 即使明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明年也不应该 把这些问题浮上来 而是应该把它盖起来 告诉大家 明年其实很好 不要扣我帽子哦 所以我说嘛 有些对普通要求 比如说公正 这个公开 以及透明 这个是普通要求 跟年代没有关系啊 就像我 你是一个普通学生 所以对方便我 今天我要求 我的政党 要很公正 联名 要很廉洁 这个是不是 年代 就我严厉的对待你 如果你做不好 我就批评你 谢谢正法 谢谢 接下来我们有请 评审天下手中的 记分表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 正方思辨为我们 带来进 第一阶段的总结 时间为六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在座的 各位大家好 待会去是自由变的时间 所以我们要在这个时候 做一点小结 首先第一点诚听 我们从来没有说过 今天我们延待的话 需要马上把明年的问题 所解决 因为每个问题 必须要有连贯性的 它必须要经过一点的过程 要经过不断的偏设 人民的不断的 这种反对以后 才能够做到 其实你不能告诉我说 今天我延待了 这个问题出现了以后 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的话 会怎样 不能 问题是我们今天 要让大家知道 有这样的觉醒度 这个延待的方式 出现了以后 我们才去解决 这样子才是更加好的 对方同学 为什么觉得说 他的立场能够成立 是因为他觉得 今天无论怎样都好 我们都要有两限制 可是问题就在这里 如果今天为了两限制 我们达到最后的目的 却是一个两个浪苹果 那该怎么办是好呢 在对方的眼中 他觉得说 这个内部的问题 以共政党的这种纠纷 这种回教党之间的理念不同 可以暂时别在一边 我们只要两千制就好 可是问题就在于 我们这样子感到很害怕 因为我们担心 改天在执政以后 这个明年可能 如果做得不够好的话 他没有办法 就是继续执政 他会怎样呢 我们看一下台湾就是这样的情况 台湾就是因为民进党 在创倒十四年以后 这样两千年就实行的政党轮替 纯粹上了台 可是问题是在纯粹上了台以后 人民还是继续的支持 盲目的支持他 结果就导致他贪污腐败 然后最终下台 又来到一次的政党轮替 两个都成为一个不好的政党 这是我们感到担心的 我们不希望会有这样的局面 所以对方同学 待会必须要跟我们交代 为什么这么急 要让明年上台 是一件好的事情 谢谢各位 谢谢正方四变 接下来我们请反方四变 进行总结 时间为六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今天双方都打到一个 背景上的共识 就是我们需要政党轮替 那么第二呢 我们说这个定义方面 有点混乱 就比如说 言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应回答方式之后 应回答而回答 变成有很多不一样的概念 可是跑回起 其实我们双方主编 已经达成共识了 所谓言代嘛 对方也承认 就是不管什么事情 我们都在加以批评 不管是大错小错 如果是好了 我们就要它更好 所以我方的这个立场 是不应该言代 就不用做到 这么样的一个程度 也就是说 如果有考虑的这个情况 就像我方主编所说的 在特定情况之下 我也许批判 也许不批判 所以你说那些大贪污 那些非常严重的事情 我们也是要批判的 可是不言代的体现在于 我们的态度是 有些情况之下 我们选择不批判 好 这里 这一点理清了之后呢 这个 再说一下 我们要理清一下 我们没有扣对方帽子 说我们必须要 现在即刻解决 而是批判的这个态度而已 而我方说的是特定情况 不是每一个情况 OK 那么再说了 对方的论点呢 今天双方其实都在论证的 我们处理方式嘛 我们都说明年是很好的 所以我们需要更好 那么我们让他更好 或让他政党轮替的方式到底是怎样 对方要论证的是有错 就必须批评的这种方式 为什么更好 而我方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上给予考量 错了我们还是 即使事情是错了 可是我们选择不批判 哪一者的方式更好嘛 所以对方今天双方 两个论点都是一样的 就是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过于宽容啊 不好的 所以有错我们就必须严厉对待 这样才是让他成长 让他继续更好的一种方式 好的 这是对方的论述 那么对方也同时说了 这个三遍说的嘛 这个蔡瑞明跟乌称豪的这个例子 告诉我们有些情况啊 我们需要他内部解决 我们不需要他浮上水面 浮上这个台面上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内部解决好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批判呢 对方就必须要跟我们论证了 因为他已经承认了 有些事情是不需要 我们人民去批判的 是要他们自己内部解决的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 是不是已经是不延待那种态度呢 因为我们有所考量嘛 有特定情况不去延待嘛 所以对方 待会在自由边 就必须要告诉我们论证 为什么他们这种方式 是更好的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反方四遍 接下来是领队指导 面首时段 时间为两分钟 计时正式开始 同时也请评审填下 手中的计分表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队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队指导 称队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队指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队指导 多样的逻辑 接下来是什么 参与音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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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音乐议 参与音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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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的意思是 参与音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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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们不希望 参与音乐议 问题是在于 参与音乐议 没有办法让我们 参与音乐议 参与音乐议 在进行 好 第一位 参与音乐议 大家午安 定书 我相信 印象的 可能是 我们很大 正方没有在 让国家 要投入 结尼音乐议 我觉得 有很多 要不要抓 那今天 我可以来比 因为我认读 是基於以上的幾個原因 謝謝 大家笑我好 基於我們投的票不一樣 所以講的內容應該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基本上是一個 非常理想化的兩線制的一個版圖 對比一個基本要求的兩線制版圖 在比較 那所以因為這樣子就會變成 我們需要很仔細的研究看一下題目 今天要討論什麼 我們試試看將來研究好了 就是正方今天所提出的框架 如果我們拿走當今局勢 它是放眼世界任何時代都準 因為沒有一個世界 或沒有一個國家是希望 我們永遠在爛蘋果當中去選一個 比較不爛的蘋果 所以你們如果用這樣的方法來論證 好處是如果沒有遇到對手有在挑你們的毛病 因為你們講這個是一個絕對真理 你們講這是一個絕對真理 就是不管任何情況都對的真理 那一定沒有人 如果沒有人挑戰你們真的沒有問題 但是遍體裡面 它就是有當今局勢這個字 所以反方今天有在這幾個字上面 雖然我也覺得 我認同偉金剛的講法 反方對於當今局勢的詮釋也太隨便 就是你們實際變成當今局勢 現在就是51對49 然後我們現在要兩限制講完了 就當今局勢了 而且其實如果嚴格來講 這個局勢已經過了 它不是當今的那個是505 就快要差不多去年的事情了 所以我覺得那個當今是有點隨便 但by the way 因為只有反方有對當今局勢這幾個 是做了一點詮釋 那我們就要把這個東西考量在內了 所以你會發現 正方其實提出這一個 非常理想化的一個兩限制 很容易面對反方的一些挑戰 我覺得你們其實今天最嚴重的問題 最致命的問題對我來說是 你們的觀念其實包持是這樣的 你們說我們可以言代名連 我們可以挑出問題 但是我們沒有要求它馬上解決問題 我們也沒有要求它 能夠很完美的解決問題 但是我們一定要挑出問題 對不對 但是你們後來卻一直跟對方達成共識 你們是希望大家喜歡名連 而且你們嘴巴也不停的表達 其實我們知道名連好的 我們要它更好 那這兩個其實當中有很多關係 是你們自己破掉自己的 你想一下如果我嚴厲的 嚴厲對待名連 但是你們剛才有提到你們的結果 是希望大家喜歡名連 我嚴厲對待名連 我又希望達到結果是喜歡 人民喜歡名連 但是你又不想它馬上解決問題 你又不需要它在有限的時間內解決問題 你甚至覺得它如果現在不能解決 慢慢解決也沒有問題的時候 那怎麼樣讓人民喜歡名連呢 你聽懂我意思嗎 因為三邊用了一個很巧妙的類比 你說你看一個小孩子 這個小孩子很頑皮 我們要怎麼樣呢 我們把他叫好 我們把他叫好 那人家才會喜歡這個小孩子 但是你們現在的問題是 你現在是告訴隔壁阿姨 你看我的兒子又懶又醜又什麼 講完一大堆之後 他不用解決 但是你要喜歡他喔 這有點怪 他當中有很多的關係不見掉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但是我也可以理解你們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你們反方表達能力很婉轉 我只能講用婉轉 我不會用很差 但是很婉轉 像三邊開始一來問的時候 你直接問說 請問一下你的嚴厲 如果他嚴厲沒有達到效果的話 那算不算嚴厲 其實這句話裡頭有非常遠的邏輯 你知道嗎 評審要自己去理解推論 他問的大概是這樣 我理解了 當然這不影響賽果 這不影響賽果 只是我覺得說 你們可以簡單的問一些關係的問題 不要自己 因為你要永遠記得 變手常常有一個習慣 因為你們討論太久了 然後你們當評審 好像一直有在參與你們的討論 然後你們霹哩啪啦霹哩啪啦 東西去的時候 然後也 expect評審理解你們講什麼 所以我覺得 當然這個是一個 我個人覺得 對於這場比賽來講 是最致命的地方 因為你們要求 我們要的兩限制 是一個很好的兩限制 我們講白的 其實你們就希望 我們批評 延代明年 直到明年有一天 真的變成一個好蘋果 我們才讓它上去 這是最完美的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去到你四遍 在自由變動裡面 有一次不小心提過 我覺得那個東西 如果放大來打 才是你們應該打的方向 那就是他一直在問 對方朋友你們急什麼 你們為什麼急著 要在這一刻就把一個 我們覺得問題很多 明明我 你方提出了很多問題 對不對 真方提出很多問題 有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連他們也很大胆 他們主編上來 自己提明年很多問題 那他這樣提的時候 你們為什麼不覺得 對方朋友你看 你說明年 他永遠沒有辦法 達到一個共識 讓他上去執政的時候 如果他一個不小心 跟他講說 我最後決定馬來西亞 變回教國 那我怎麼辦 對方朋友 你了解嗎 你們為什麼不把這個東西 放大 然後跟他說 所以對方朋友你要知道 他如果有心想要執政的話 他不用急 請你用你的表現 用你的所有的討論 達到了一個結果以後 讓人民都心服口服覺得 對 這就是我們要的政府才上 不用急這三個字 會是你們整個核心最大的 應該放大的地方 但是你們談的那個是 你們問了好幾輪事 你們問對方朋友 對方朋友 請問你的大有多大 小有多小 然後你一直問那個度的問題 其實我個人覺得幫助不大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們其實只要有三個字回應你 他就可以解決了 有選擇性 選擇性三個字 因為我可以選擇 而且 但是你看 這是我又再次檢查你們的用詞 你們的表達 你知道嗎 有時你們把那個邏輯調轉來問 你就會讓全場的人明白 你問對方 對方朋友 我可以選擇 偶爾批判 偶爾不批判 或者另外一種用詞 我可以選擇 偶爾包容 偶爾譴責 我可以選擇 請問還叫延代嗎 你們用詞這樣 我們評審就可能比較容易理解 對 就是這個意思了 但是你們打到結變 上來做第一輪小結的時候 才觸選擇性這三個字 但是還好不算很直 因為還有字有變 一段長的時間 所以我是必須要採納 原來你們是懂的 而且你看從前面開始 我就覺得 反方其實浪費了很多時間 做很多的事情 如果是我 我第一個感覺就是 我會 我守直或餓直 至少餓直我就會問 對方朋友 在你的眼中 是不是 不言代的人都啞巴 他不能講話的 喔 我不言代你 你做錯東西 這樣嗎 不是吧 我可以講話吧 你聽懂我意思嗎 就是 所以你只要用不同的字 替代一下 讓評審容易理解 不言代的人 可以提意見 不言代的人 可以講想法 不言代的人 甚至可以提問題 只是 我不把問題放大 說的比較 說的比較技術面一點的 我不言代的人 我現在看見你們 例如他們所說的 你看他們有兩個人 為什麼要在表面槽 我們應該放到檯面下去 如果是我 我不言代 我看到這個問題 我私下跟他們說 我有沒有提問題 我有沒有正視問題 我還看到問題 但是只不過是 這個問題如果我知道 把它辦上檯面 會影響整個黨 即人民對它的印象 而影響了當今局勢 所以我才把這個東西 放在下面 但是 我有沒有牙巴 我有沒有把自己堵住了 沒有我還是把問題提出來的 所以我覺得你前面 如果能够處理這個東西 就不用纏到截片 所以為什麼我一定會覺得說 截片好像沒有話講這樣 你知道為什麼 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截片沒有話講 因為當你的對手 死殘不放某樣東西的時候 作為截片 他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再解一輪 不然的話 偶爾有遇到一些評審 他會跟你講說 這麼關鍵的東西 為什麼截片放棄掉 所以我可以理解截片 為什麼最後要重炒冷飯 他有一定的 可以被理解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截片本身是可以在 把題目升華一個層次 就是你們可以告訴大家 為什麼我們 我覺得你們今天打得很技術 就你們最後沒有讓評審 真正的感受到 我們為什麼不應該看 不應該這一課不應該 延待明年的真正的意涵是什麼 我覺得可以再往這個層次 再上一點點 然後我想給真方提一個 我自己個人的想法 因為我剛才坐在那邊 我就一直在想 那如果真方不這樣打 他還可以怎麼樣呢 因為我們就是要講一個 非常完美的兩限制 就是好蘋果換好蘋果的兩限制 但是我後來思考說 其實當今局勢 真方是不是不能完這幾個字呢 我覺得其實還是可以的耶 就是因為當今的局勢 我們現在看見 明年之間的內征 以及明年有一些 應該這樣講的坦白一點 就是我們已經開始意識到 明年有某一些州屬的執政以後 它開始有像國政這樣子的 腐敗濫權的情況出現 因為你們提出了說 雪舟那個什麼 900多萬的那個事情 所以當今局勢 不再是505的局勢 而是後505時代的時候 我們現在看見 明年已經陸陸續續展露了一些 讓人民覺得 它有不國政後城的局勢 所以我們更應該延待 不然我們最後永遠只看見爛蘋果 換爛蘋果 我覺得如果抓緊這個 當今局勢的特色 再加上你們用不用急的 那個講法的話 那應該我覺得真方可以 在這方面取勝 所以我是覺得你們 反方抓當今局勢 就是一個政黨輪替而已 然後真方沒有在這邊 下一點功夫 我覺得可以從這邊 因為你們有提這些內容 但是你們自己不懂 他要怎麼用 然後才能夠克注對方的 而對方 剛好你們問的問題 其實是不停的揭露你們 延待明年 但是又想人們喜歡明年 中間那一段缺失的論證 所以對我來說 我這票就會判給反方 好 謝謝 好 大家好 笑好 最後一個講的好處 我只需要說我贊成哪一個 不贊成哪一個 就不需要說很多 基本上有一點跟兩位一樣的是 我覺得其實雙方 今天在整個立論和結構方面 其實做的真的不夠好 所以陷入一種情況是 雙方其實好像都有自己的話可以講 可是又沒有很好的去包裝 還是什麼 其中一個最明顯的例子 我覺得說雙方可能在舉例方面 做的不夠好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你講 我講 好像聽起來都對 但是你卻沒有一個可以打死對方的例子 那麼我為什麼會投給反方的印象票 是因為我們先看幾個 因為雙方今天都在搶一些 所謂的權勢權 所以到最後我覺得 一些權勢權 誰能夠比較說服我 或者誰向對方已經是妥協了 我就會給那一方 先看誰的權勢權呢 當你雙方在各說各話的時候 我覺得誰的比較能說服我 跟誰的是已經把對方逼到接受了 那我就投給那一方 比如說 當雙方在爭延帶的時候 當然今天這個變體是給了反方一個空間 他說不應該延帶 所以他們就可以說成是 有時候看情況 斟酌 著量考慮 一開始他們講得很明顯 那這個東西當然是變體上 他們是說的過去 同時 正方其實在一開始的 第一個環節的諮詢的時候 正方的主編也承認了說 對 不延帶不是縱容 所以他們就順水推舟 既然你們都承認了 我們不延帶不是縱容 他們就在這個話題上 可以繼續的 所謂的就是炒作 變成後面很多東西 其實他們也忘了 要再逼回你們 當你們在逼問他們的時候說 他們也應該要 他們自己可能也忘了 一開始 正方已經伸頭給你們砍了 他們都承認了 所以後面的時候 當他們質疑你很多東西的時候 其實他就等於有點自相矛盾 因為他前面自己跟你說 我接受你不縱容 所以可能正方也覺得 這方面是有點愛手愛腳的 所以變成這種情況之下 我就覺得 這個延帶的部分 我就既然正方立頓出來之後 反方也沒有辦法攻擊 甚至反方也承認 是可以接受 不延帶不是縱容 那我就會給正方分數 而且當我覺得 其實正方有抓到一點是很好 你覺得他的這個標準 就有時有有時沒有 是你們要打這個標準 但問題是你一開始你已經承認說 他不是縱容嘛 所以確實有時有有時沒有 並不是縱容來的 所以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為什麼 剛剛又成說你們提幾個例子 多大多小 與其用多大多小 所以我就一直強調說 例子不夠 如果你現場可以丟很多例子 包括505到現在為止 你直接把你的例子化為問題 這個問題你要延帶嗎 這個問題你要嗎 一個個讓他們去解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 你就製造這種印象 讓平凡覺得說 你們的有時要有時不要 好像也很不consistent 可是你們就只是一個問法 多大要多小要 這是一個沒有攻擊力的 他只跟你講說 看情況看情況就可以了 如果你能夠很具體的給我例子 就會讓我看到 反方的例論是很脆弱的 你的有時有時沒有 好像當作每個人都是聖人 那把尺都可以抓得很準嗎 就可以讓他們這個 所謂的比較鬆動的這個詮釋 是有漏洞的 但是因為你們的問法太單元了 沒有辦法擊中他的要害 而且其實 反方自己也好像沒有留意到 像其實他們有一個標準的 所謂大和小 他們是有一個標準的 你們自己講了 是看公正 民主 透明 這是你們的核心 所以你們今天要不要延帶 這是你們的核心 但是正方似乎當然 作為正方立場 當然是要裝作聽不到 那繼續質疑你 但是反方我覺得很失責的地方在於 你們後面並沒有打這個 當他問你大小的時候 為什麼你們打不出來 這本來就在你們的架構裡面 你們的大小的標準 為什麼這麼辛苦就逃避 我覺得這東西是你們沒有好好用的 當然對方他選擇攻擊你很正常 即使你說一百分他會攻擊 但是我覺得這一方面是 這讓你們的架構本身 沒有辦法很強的去凸顯 你的什麼時候是可以 什麼時候是不用 我覺得這部分如果做得更好 就會更凸顯你們的這個價值 OK 然後至於當今局勢 剛剛有其中一位說 反方的當今局勢 突顯得不夠好 好像是又成 我倒覺得說其實 反方的當今局勢提的還蠻好的 我覺得而且他們這個當今局勢 其實一直扣著全場 當今局是什麼 他不只是提出了505之後 我們的得票率的那種接近 有多接近 構成這個當今局勢 他還提出了一點 國政是怎麼樣的一個 政權力單位 不過這個其實也在主編搞 後面其實也沒有在highlight很多 後面他就一直highlight這個數字 我們多靠近那個得票率多靠近 所以是現當今局勢 其實一開始他們已經有 有做一個很好的 當今局勢是國政很爛 貪污腐敗的問題很嚴重 可是這個東西我覺得 反方也沒有很好的去玩 包括 等一下我要講一個 這個等一下再講 等一下再回到這個部分 所以我覺得當今局勢上 反方這部分我是覺得 是做得相當好的 他不只是在得票率上 做了一個背景 還為國政的整個 執政的情況做一個背景 所以變成說 在延代跟當今局勢上 反方都做得比正方好 而且正方的攻擊 就略顯沒有擊中搖海 至於反方提的這個當今局勢 其實他們的方向是對的 他把505之後 明年出現的各種各種問題 都提出來 但是因為你們已經掉進 對方的陷阱了 他已經跟你說了 林冠廷的事情我們沒有批評嗎 有啊 意思是說 我們還是有批評 而且我的立場已經建立在說 我不是縱容 你們也承認了 所以你們提的很多例子 又被對方吃掉 所以這個是你們吃虧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正方還沒有辦法解釋的 雙方都有沒有辦法解釋的 可是我覺得正方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又被反方戳破的地方比較多 先說反方比較少 我認同偉禁說 反方有一個東西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什麼內部問題交給內部 他們就自動會解決 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沒有辦法解釋 但是正方也不見得有挑的很好 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覺得 大小標準的問題 縱使你們已經有了標準 但是你們並沒有很好的解釋 所以這個是反方不足的 但是正方我覺得你們有更多 沒有辦法解釋 而且最倒楣的是 你們沒有辦法解釋的東西 對方反方又把它挑出來了 比如說 你給時間多久 20年可以嗎 正方說可以 20年怎麼會是延代呢 這是反方挑出來的東西 你們也沒有很好的解釋 他問你 只是批評 只是批評講講話就延代了嗎 那你今天批評我就是延代我嗎 這個也 也似乎打到了這個反方的很關鍵的一步 正方 可是正方也沒有解釋 然後呢 正方還說 我只是提出來 不用現在解決 就回到那個時間的問題 所以你的延代是怎麼樣 到底怎麼樣 但是其實今天正方 有一個很好的東西 是你們可以 琢磨的 因為你們已經講了 我們的這個延代 是不會破壞政黨輪替的 因為我們是說 從現在到大選之前 那段時間的一個 態度應該怎麼延代 可是投票那一刻 我還不一定會說 因為延代 所以我就不給你票 投票那一刻 我還是要再看情況 可是這個部分 我覺得你們沒有再仔細去弄這個部分 當然反方的意圖也是要搶這個意圖的 他不延代 不表示他一定投一個 他有這個意思 雙方其實都有提 可是這個東西後來就已經不見了 所以這個是大概 我覺得正是 我大概講了為什麼我會給反方贏 至於整體 我覺得雙方今天有一個問題 是你們都不夠勇敢 505之後呢 我們其實308之後 我們大家都火在明年的光環之下 所以雙方今天有一個不勇敢的地方 就在於很怕得罪 因為明年的支持者比較多 你們似乎怕得罪明年 所以不夠勇敢 不過很好 是憑審經的三位都沒有政黨背景 比如說我說不夠勇敢 什麼情況 其實正方 當你們說你們延代明年的時候 並不表示你沒有延代國政 這個是可以接受的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延代明年 如果真的到了投票的時候 明年真的比國政爛的時候 為什麼我不可以投國政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不需要害怕去講的 雖然現在看起來好像天方夜譚 但是我們要對國政有信心 開玩笑這個 我意思是說其實這個勇敢一點 也不用擔心說你會批評明年什麼 而且剛好今天的評審 也沒有任何政黨背景的 其實有的話 評審也應該客觀的去看待 我覺得這個底線是不用怕的 你們供他們這個回教國的課題的時候 是其中一個例子 對方說沒關係過後再解決 這個所謂的這個回教國什麼的東西 它是涉及我們憲法的 憲法已經說了我們是一個世俗國 這是動搖憲法 動搖憲法是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那對方如果還說過後解決的時候 你們沒有去抓這個來打 因為你們很理所當然覺得說 我只要說回教國大家就怕了 就自然我的立場就成立了 如果你能夠稍微琢磨 這個伊斯蘭國如果成立的話 對不起你們是說回教行事法 不是伊斯蘭國 像回教行事法成立的話 它的破壞性在哪裡 它的破壞性怎麼樣 不小於國政的貪辱腐敗 如果你能夠在這邊琢磨的話 就能讓你看到說 你這個立場是更穩的 而且會讓對方開始亂了 它的那個標準在哪裡 因為在對方看來 回教行事法過後解決沒問題 但是你們沒有辦法凸顯說 這個問題為什麼 如果你不延待的話 它是比國政的貪辱腐敗 可能更嚴重 這個是你們不勇敢的地方 反方其實也不勇敢 其實當你們在說公正民主透明的時候 我其實覺得有點不明白 為什麼你們會提 像安華一塊錢的這種貪污腐敗 因為我覺得這個例子提起來 是有點砸你們自己腳的 比如說 如果你今天貪污腐敗 是你的原則 你的核心原則的話 不管是一塊錢貪污 跟十塊錢貪污 我們都一樣是延待的 所以我們說 不能夠只抓小魚 只抓小魚不抓大魚 這是我們批評國政的方式 那今天如果這個透明公正 是你們的標準的話 你們舉的這個例子 我覺得是在自砸石頭的 但是我覺得 因為正方也是不夠勇敢 聽到一塊錢就 哦這樣我 如果一塊錢被控的話 我就被控了咯 這個是一個 你私下開玩笑可以講 可是我覺得站在這個舞台上 而且你們沒有把對方的標準聽進去 他已經說公正透明 這些是他們的標準了 那你今天 因為在透明底下 現在明年的所有政策下 要先分大小 然後透明下要分大小 哇你們這個標準 真的是很維護明年 這樣子的就很不能成立 但是你們沒有抓到 你們就很怕 是一塊錢好像不合理 我明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雙方 不勇敢的地方 然後我覺得這個賽制 有了諮詢的環節之後 其實最後變成是在考評審 因為很多諮詢進行過後 因為問題一個接一個 可是諮詢完之後 有時候我還不知道 這個到底他們要用這個諮詢 來支持哪一個論點 要表達什麼 我覺得這個東西 大家都要去學習 因為這個賽制 尤其是如果你今天順利勝出的話 你必須這個題目 你一問出來 評審知道你要論證什麼 我今天聽到比較好的諮詢 是一開始的部分 應該是一開始的部分 是那種一聽你就知道 他要說什麼的 應該是反二一開始諮詢正義 不是 一開始的時候是 是誰先諮詢正義啊 是你是嗎 有一個部分你們大概是問說 這個不言代是不是縱容 類似這樣的一個方向 他就很明顯 我就知道說 你逮到了 而對方又回答 是 不是縱容 你就很清楚逮到 好像後面問的一些問題 我都要等到 一兩圈之後 我才明白 原來你剛才問這個問題 是為了這個意思 可是 分數我剛才已經填了 我一聽之下 我沒有辦法 馬上感覺到你要問什麼 或者是不清楚 我當時的分數就不高 而且我們現在是馬上去把分數表收回 其實我過後 原來你剛才問這個 我沒有辦法改你的分數的 所以評審說 你一定要好好的去 設計那個問題 如果你的問題真的是沒有辦法 是那種 一聽就明白你的要點是什麼的話 那你至少在對方回應之後 你能不能做一個簡單的一句話 讓評審知道你剛才說什麼 比如說 我問這個問題 他一打的時候 對方這樣子說 意思是說什麼什麼什麼 我再問下一個問題 那你先很快說 讓評審知道 你的問題的意圖 那就比較容易拿分 除非你很有把握 你那個問題是 一問 對方答和不答 都是對你有利 對方不管怎麼答都死 都能夠認證你立場 那這種你就不需要做這種解釋 特別是像佑辰剛剛說講的 你們都很 把我們想像成是你們的一夥了 跟你們一起討論 所以你們很多東西講得很隨便 隨便帶過 我想不只是我們不明白 可能 可能連對手也不明白 你要講什麼 所以變成很多時候 在場上我覺得那個交鋒 就不夠精彩 大概是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評審團給我們的點評 現在我們再請評審們 再聽過各位評審的討論過後 投下這場比賽的總結票 好的 好了 現在到了大家最緊張的時候 也就是公佈成績的時候 但是在公佈成績之前 我先要為大家介紹今天的最佳變手 這場比賽的最佳變手是 反方三遍零星同學 恭喜 現在讓我來為大家公佈票數 在剛才的印象票中 正方獲得了一票 反方獲得了兩票 分數票方面 正方獲得了一票 反方獲得了兩票 而總結票環節呢 反方獲得了三票 現在讓我正式公佈這場比賽 雙方的總得票 正方在九票中總共獲得了兩票 而反方在九票中總共獲得了七票 所以我宣布今天的優勝隊伍 是反方的 反方的多媒體大學馬六甲院校 恭喜反方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回給大會司儀 有請 好 謝謝大會主席 隨著多媒體大學馬六甲院校 在本賽事勝出 大會在此正式宣布 馬六甲大學 多媒體大學馬六甲院校 成功晉級八強赴賽 恭喜馬六多媒體大學馬六甲院校 在宣布今天的賽事結束前 我們將進入贈送紀念品儀式 首先大會有請 第十四屆全國大專辯論會 籌委會賽會策劃部總監林興勇先生 上台頒發紀念品 第一位我們有請第一位評審 李曉慧小姐上台 第二位 第二位我們有請梁又成先生 第三位我們有請羅偉晉先生 好謝謝第十四屆全國大專辯論會 籌委會賽會策劃部總監林興勇先生 第十四屆全國大專辯論會 的所有賽事 是由康林耀劑為您榮譽呈現 今天的賽事就到此告一段落 感謝大家的出席 評論文字幕志愿者 李曉慧